殷刑宫 殷刑宫突然遭遇天火 今夜就要连夜赶回王都 我先将阿兰惹殿下送回画坊 你将殿下的东西收拾妥当 是 苏莫叶 苏莫叶 我自会找你 你 怎么了 吓了一跳 西泽神君 你是走错房了吧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三更半夜的突然前来 我觉得有些不妥 我来陪你 不好吗 哦 这个 这里是 这是你的画坊 今夜行宫走水 大家都回到船上了 哦 哦 西泽神君 若是累了懒得再去找屋子 那你便在我房中先休息片刻吧 我出去吹吹风 你若要走时 切记替我留个门 我来看看你的伤 沈君 我是阿兰惹 不是菊诺 不痛了 把这碗热糖水喝了 沈君莫不是认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菊诺 我实实在在是阿兰惹 若是你真的把我看成的菊诺 莫不是撞邪了吧 我没有撞邪 但你一般不是会在这种时刻 去照看菊诺吗 我来照看你 不好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来照看我 是菊诺想抵消 长帝将我关进九曲轮吧 其实你放心 我原本也没打算闹到上君那儿去 而且 添水喝茶这种事情 我自己来就好 不需要人特别服事 你我之间 你我之间 虽没什么夫妻的情分 不过我觉得你每次这样帮着他们二人 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阿兰惹实在是太可量了 我的意思是 你的身份 去帮着菊诺和长帝他们两人 实在是有点 和他们姐妹无关 如今 连我倒给你的一杯水 你都不愿喝了 我现在觉得有些渴了 那我便喝一下吧 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感觉可好些了 好一点了 生死轻快了许多 离天亮还有些时辰 你再说一会儿 去看玥陵花的那天晚上 去看玥陵花的那天晚上 你说你以前喜欢过一个人吗 那日我认错人了 将你认成了我的师父 于是便对你说了很多 你就不必太冷心里去了 玩笑 玩笑而已 那个人 他让你很失望 其实无所谓失望不失望的 只是我们之间没什么缘分罢了 况且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近来悟到很多 没有缘分 却要强求的悲剧 我倒是有些看开了 如果神军在这上头有什么看不开的 若神军在这上头有什么看不开的 我们倒是可以切磋切磋 如果 那个人现在就出现在你面前 你仍然不相信 你们有缘 其实 两个人若是没什么缘分 也就是到了该彻底放下的时候了 所以此时他出现或者不出现 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 五宁说 我倒是觉得不出现更好些 因为我并不太想要见到他 是吗 他果然让你失望得很彻底 其实神军今夜 对我说了这么多 为的是什么我也晓得 虽然神军同我当个夫妻之名 但我知道你一向不是很情人 怕我吃产生 所以 才希望我 有一段良缘吧 这个嘛 其实你不用操心 个人有个人的命数 我现在看得特别开 我却是有些犯宽了 我却是有些犯宽了 神军 你走时 记得帮我关上门 细则今夜 你怎么回事 细则今夜到底是怎么了 说了这么多本不该对我说的话 他靠近我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股白痰香气 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倒是很熟悉 他喜欢说 有些人 从头外 身上估计 你年末 由于 是